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 利用我们的医疗器材推广出去 去完成一个我们的梦想 就是可以解救长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那么同时呢 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同官 QuickB 最重要的是热情 那热情的背后就是 你会非常非常想做这件事情 你不做 你会 失去人生的方向 人生的目的 所以你会想要把它完成 就想要完成一件梦想 创业是还蛮理想的东西 然后相信你自己的目标 然后能力地做下去 技术端出来的其实都是某一个领域的佼佼者 那重新到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创业之后 就是要重新学习很多东西 那你心态上去就要做一些挑战 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因为我们本身是做技术的 那对管理 行销 那财务完全都不认识的那出来 我觉得这每一项都是一个挑战 团队的彼此互助跟合作 因为创业过程中 其实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困难 最重要应该就是热情 永不退缩 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所需要的设备 你需要由外部的厂商来帮你做的时候 小公司毕竟很多厂商不太愿意做 来Filly之后 其实接触到很多专业的业师 他给我们很多的指教 那经由他们这样更高层次 来看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收购去做改善 他其实对我的帮助就是 可以让我从头真的去了解 就是说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而不是让我自己在实验室自己摸索 虽然即使未来会遇到 要找钱找资源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但大家只要心理想法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就会有机会 一步一步克服挑战到一起成长 谢谢各位 谢谢 夜市的辅导 还是VT这些营队 所以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 啟发跟建议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想做做他们的 所以我们就从技术面积去思考 但是来这边也学习到市场内 投资者的观点 还有这个管理的观点 这种角度的夜市资源都还蛮丰富的 而且每个夜市其实人都很好 你不会感觉他是专家 所以他就高高在上来再指使你 你这样是错的 他们都我觉得都蛮愿意跟你讨论 去听你的想法 再告诉你怎么做其实会比较好 或是一般我们都怎么做的 对团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 当你选择创业这条路的时候 就请你坚持地走完这条路 只是以恒地相信了自己的题目 即使遇到困难失败也没关系 就不要害怕失败 就是努力去学习 但是不要因为怕失败就不创业 保持热情继续往下走 永不放心 毕业实践营 Yes 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的东西做得更好 然后这样子的世界跟在一起进步 原来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影响到 去帮助到一些人 以理想来说 当然就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用我们的AVP 有需求有技术 然后这个产品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创业 所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因为你们收集了很多都是新人的东西 他就来做的 就会站在对我们台上 跟所有的学弟学妹来分享你们的创业的体验 最重要的都是人 就是团队 因为很多事情你只要人对了 其实你随时在修正方向啊 想要解决问题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所以我还是觉得创业当中最重要的是团队的人 是要由我们自己的人跳出来 然后花的是我们自己口袋的钱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执行 一个一个决心出来创业的话 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会遇到很多困难 一个伙伴的默契 然后技术 技术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默契 这是会比技术重要 所以我在这过程中 不断在找出好的伙伴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 在一个创业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是沟通 因为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只是想的 但是都没有去做 或者是不敢做 那没有办法跨复这一步的话 就是根本就不可能会成功 要有决心的毅力 就是管理跟领导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是比做技术还要难非常多的事情 不知道市场在哪边 或者是不知道第一笔 资金大概从哪里来 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才是最困难的 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前面在试就是实验啊 试生产的部分 那其实常常就是机台可能会坏掉 然后我们又要花可能五六天的时间去 去维修那个机台 其实创业里面 我们需要去顾及的是 有许许多多的面向 像因为我们团队呢 是不同领域的人组合在一起的 我在这当中学习非常多 因为他们很多语言 我一开始都听不懂 那这一开始 工作上其实会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这就是 需要慢慢的磨合 然后学习 要蛮多不一样的夜市 比如说有些夜市是从西部来的 那我觉得他给我的观点就还蛮惊讶 说他会这样子想事情 因为每一个领域的夜市 都会针对我们的一些简报 还有我们的一些 目前我们这个团队遇到的一些问题 都会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意见 对我们来讲 其实学到很多 很多夜市都帮助我们 往不同的地方上去思考 把原本很困难的技术 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表达给其他人 创业很不容易 不过如果你有心的话 一定要来试试看 如果有热情就有感去做 很敢冲 然后不要怕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就大胆的来吧 努力都会有每一分收获 加油 坚持下去就对了 大胆的世界一 在